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世教遗迹教灌刚中和所 各位必求各位撒弥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四个名称个别代表着 他的在空定当中所显现的境界 或者是说他修空定的一个基本的状态是什么 那我们要解释他了 我们就引了法界次第出门这部书 这部书呢 研究天台的人呢 都基本上应该去看一看 因为他是智者大师呢 对于天台中会用到的一些名词 常用的一些名词啊 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基本解释 基本的解释 那我们这里呢 引这些文来给大家一些解释理解 前面有说到 在修世无量心 也就是修所谓的 色界的 色界的 色无量心 虽有大功德 他在这边讲到 那么呢 而未免行职之患 若行人患色如牢狱者 则心心要欲出离 色隆 故赐无量心 赐事无量心 以命四空处定 通言空者等等 以下就开始讲 那么前面这段话呢 讲到 事无量心中 虽有大功德 这个大功德呢 当然这个功德 是通于世俗的功德 也就是说 事无量心 可以 是 这个 大乘佛法当中的 发菩提心的 事无量心 那么也可以呢 只是一个凡夫的 没有解脱做基础 但他仍然会发 慈悲稀色的这个 四种心 通于 通于 人间 人间之道 所以我常讲 我说佛法 如果你没有讲求 菩提心 而菩提心当中 如果不是 建立在一个 从 空 甲 中 这三种正见 当中 次第的建立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不明为菩提心 那么即便是 这种不明为菩提心的善性 所谓的 慈悲喜舍 什么讲爱啊 讲慈悲啊 讲保护众生啊 这一类的呢 那通于外道 你要知道 在华人的世界里 他信佛 但他并没有这么强调 护身啊 保护动物 保护生态 反倒是西方 特别的强调了这种 这种爱啊 保护生态啊 慢慢的佛教徒呢 也受到典型 也在去做这个事 其实这些佛教徒 本来就会去 应该也会去做的 去注重的 可是呢 刚开始的时候佛教 在这个历史 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并不是一个 最早这么提倡的 一个明显的一个 宗派 宗教 不是他 不是他没有 他本来就有在那儿 但他反而没在世界上 这么提倡 反倒是西方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这种思想开始 兴盛出来 从西方传入 那三十年前的事 发展成一种保护环境 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之内的事情而已 从保护环境到爱护生态 这是两个互有因果关系的 因为环境的维护 其实不是人类的污染而已 在某个意义上还需要其他动物 其他生物的协助 其他生物的协助 你比如说 蜜蜂都不见了 我告诉你 你人类的植物就不能受花种 那结果呢 人类就 环境就算都在的话 也种不出稻子来 种不出水果来 所以你蜜蜂不能没有 那蜜蜂怎么会不见了呢 人活在地球上本来有这些东西的 那怎么不见了呢 人类污染环境 刚开始人类只意识到 污染环境不好 慢慢的再意识到 污染环境害死动物 结果就害死植物 或者是整个转变了整个人类的生物链 或是生物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紧接着又去爱护或是照顾 或者是保护动物 那么为了保护动物 他就是思考人跟动物的关系 慢慢的思考说 动物有动物的生存权 什么什么的 渐渐的西方又引申出 生存权既然存在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吃素 所以也有一派 在他们西方人来看是比较积极的 激进的那一派 就走入了能够素食的这个观念 他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走入了素食 但另外一派就停留在 爱护环境保护动物 这样而已 没有吃素 这就是常常被佛教徒开始 佛教徒开始也知道他们这些思想的时候 也开始会调侃 或者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你爱护动物 你保护环境 你就爱护动物 你爱护动物 你吃牛排 你吃猪排 出鸡排 出鱼排 吃这个东西 听起来很爱耳 那么这个最终 在联合国的一个公开的文献里 也提倡了说 人类到2050年 大概非吃素不可了 如果再不吃素的话 地球荷担不了这么多人口 那么因此就有一群科学家 开始不耐烦了 他就说我再去增长 那个单位面积 土地单位面积的收获量 那我就可以抵抗吃素这件事 我用最小的面积养活最多的猪鸭 猪 鸡 狗 猪 鸡 狗 狗不会吃 一般不会去吃狗 猪啊 鸭啊 鱼啊 这样 但这样做得来吗 这样做得来吗 你人类这样子 显然就违背环境 违背环境 很多个西方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纪录片也好 或者是提倡保护生态的片子也好 他一再的告诉人类说 人类以前是多么大的一块地 养一两只猪 一年到头杀不了三只猪 现在不是 顿顿有猪肉吃 顿顿有牛肉有什么 然后浪费 浪费 吃完两口不好吃 丢丢丢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你来得易 买得便宜 那浪费的就更加容易 事实上是浪费的更多 而且你用一个很不自然的方式 在一个很小的单位面积当中 养出很高单位的动物肉品出来 这本身这个肉品就有问题 为了养鸡 让它在 让它在最小的面积当中成长 那个鸡一只对一只 一只对一只 并肩站着 从出生到死 那只脚没有离开过 地上它踩的铁丝网 因为要铁丝网 不然铁丝网是镂空 大便就会透过铁丝网掉到下面 然后就把大便收走 不然大便会发脏 发臭 然后就产生污染 污染之后就得瘟疫 鸡就一口气死光 那你得要那样子啊 结果它站在那里的时候 一辈子站在那里 从三十几天站到二十几天 它用生长激素 结果它 鸡发疯 鸡发疯 鸡歇斯底里 产生忧郁症 发疯 发疯怎么办 就会去着隔壁的人 着隔壁的鸡 那怎么办 再把鸡的嘴巴剪断 剪断之后 它还是发疯 会咬自己的那个什么 羽毛 然后再打镇静剂 给它镇静剂吃 那结果呢 镇静剂吃了 它就自己 郁闷到生病 那个 因为太多只鸡集合在那 空气不佳 环境不佳 心情不佳 鸡也是有心情的啊 对不对 像狗一样有心情 有反应 有情绪的啊 那情绪不佳 就抵抗力不佳 就生病 生病怎么办 放抗生素 症静剂 抗生素 什么 成长激素 好 这类抗生素不够 换内类 内类又不够 再换内类 一路一直换 然后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还有 抗忧郁药 还有 症静药 都给它吃 结果这些通通被吃进我们小孩子的肚子 通通在什么 炸鸡排啊 在哪里啊 被吃进去 结果我们现在的小孩子 怪异啊 长出一些怪异的思想 怪异的样子 你想 这整个环境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他们西方就这样一路发展 就这样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没办法 他照吃 嘴 馋 嘴馋 想吃啊 停不了啊 那么 他们就说 名包物语 也要爱物动物 如何如何 他也讲这种心 所以他也谈爱 他也谈这种无量的感觉 他也渐渐的谈成很心量很大 这些通世俗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不少佛教徒 也跟着这个谈 出家人也是跟着谈这一些 那似乎很能够被社会所接受 那么我说这是通俗的 通俗的教化 顶多就是通于人类一般性理解的 普遍价值而已 出家人要一天到晚再跟人家谈 什么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你这个人就俗话了 世俗话 普世价值出家人早就超越了 也就是说 你早在普世价值之上 看到了不普世价值的特有的解脱道价值 要这样讲才对 当然要利益众生 要基于普世价值 什么叫普世啊 普世啊 普遍于世间的价值 你比如说 人权尊重 不伤害 不恐惧 这是普世价值 你不能说信上帝是普世价值 你也没办法跟人家讲说 信佛是普世价值 没办法 对吧 基督徒回教徒都不信佛 信上帝 非佛教徒 非宗教徒都不信上帝 乃至于佛教徒 知道有上帝也不会去信 对吧 那这个就不是普世价值 可是不伤害人 不抢夺人 不侵犯别人的身体 这应该算普世价值 不让人饥饿 不让人恐惧 这应该是普世价值 对吧 佛教徒也好 基督徒也好 好了 那因此呢 在利益众生的刚开始 我们讲求普世价值是OK的 因为会有罪大的人能接受它 比如我们佛教徒也会跟人家讲 我们要爱护生命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爱护生命是普世性的价值 外道也谈爱护生命 我刚刚不讲了吗 我刚刚不讲了吗 西方在发展所谓的环境保护 又接着发展动物权 也是这样 他出家人也很乐 也赶快投入这种普世价值的谈论 俨然这就是佛教的重要思想 甚至于谈到变成唯一思想 那就不对了 我想重要思想应该还可以接受 但你把它谈成像唯一的思想 还俨然一副那种 我谈这个是很高尚 就是解脱到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因为通外道 那只是一个普世性的价值而已 你要知道 佛法有 佛法不共世间 就是它超越世间 不明为普世的那个价值 它叫不共啊 不共嘛 不共就不普啊 不是普遍相共 不是普遍大家都有的 解脱啊 你看看我 我们那个 我那个双胞胎弟弟啊 他完全不解脱的 他不求解脱的 他解脱对他 解脱这两个事 听起来就不舒服 在他的心里听起来不舒服 为什么 解脱代表你要离开上帝啊 我就是要不解脱 我就要在上帝眼前不解脱才可以 我一切交给上帝 怎么可以谈解脱 解脱就是你自己要离开上帝了 不可以 他听起来不舒服的 不愉快的 你要说那不普世啊 佛教徒你不要担心不普世啊 你就是有不共的价值嘛 佛教徒本来就有不共的啊 所以谁在这赫旦那个不共 出家人 尤其是比丘 接着是比丘尼 你才接受这不共的价值 所以你才受戒啊 你才去持戒啊 尤其是比丘 比丘你第一条戒 不淫欲 妈的 淫欲 淫欲是普世价值的 你要知道 世间人都在支撑淫欲 淫欲让世间安稳 男婚女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守护 这个世界会安稳 这世间人的价值是这样 你看看 你第一条戒就不普世了 我初期我刚出家的时候 有时候在路上走 居然有一个小孩子 我那时候我听很不愉快 不舒服 你他怎么说 哎呀好可怜喔 不能娶老婆 你看和尚不能娶老婆 是这样讲 你看 他会觉得他好可怜 那个和尚好可怜 他不普世啊 所以 出家人 本来不普世 特立独行 这是天真地义的事啊 没有什么不对的 你的解脱道 本来就是人间不懂的啊 对不对 你干什么一天到晚 就巴的世俗人 所以我说 我强调说 出家人 要真的要研究佛法 你自己研究 出家人教出家人 你怎么就跟在家人学 就是这个意思嘛 他在搞他的普世价值 你是一个超越普世价值的道人 你怎么就跟这种人拿学位呢 你一辈子翻不了身 戴那个方帽子 出家人戴那个方帽子 穿了那个 毕业 我觉得好好啊 怎么样 还居然一堆出家人就恭喜他 不需要这样 也是颠倒 那不是真正出家的样貌 佛陀没叫我们这样做 佛陀要我们彻底舍离世间 舍离世间 舍离世间 就不需要有这些未接 不需要有这些未接 要向于解脱道 这才是解脱 当然在道场当中的敦伦 身伦有先后 不可如外道吃人 作无先后 意思就是说 有伦常 这是佛门里的自己的伦常 自己有自己的 戒有先后 道有先后 修养有高低 因此有尊重的 被尊重的这样的身份 跟领导 被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这个不是世俗的 这个是由修道意义上 落在人间法当中 也有一种善巧 是这个 好 那么这样讲起来 所以说 事无量心是一种 通世俗的内容 所以虽有大功德那样谈的 是卸 是卸托相应的功德 也有非卸托相应的功德 阿罗汉 他不一定修这事无量心 但是要修这事无量心 表示怎么样 表示他对有大秤 他具有大秤的性格 那大秤人呢 他会修这事无量心 因为大秤 他会利益一切众生 那就会 但是但修这事无量心 没有解脱 没有解脱的见解 没有与空甲中三地相应 那这个名为大秤人 其实是通俗 通于世俗 这也不够 这两者是不同的 好 那么在懂这个道理的话 现在讲的虽有大功德 就不要 不要把它想成是佛法的 解脱功德 单一的 他还有 他指的还有世俗的 通世俗的功德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解脱 所以在 在这个 四禅天 也就是社界四禅天里 他们有人修事无量心 那即便是这样 人未免行职之患磊 如果行人 这个时候 无论你怎么修 有功德 还是一样有行职之患磊 那么阿罗汉呢 有行职之患磊吗 有 他如果在三禅二禅 就正罗汉果 乃至于在四禅中正罗汉果 他有没有行职之患呢 有 可是对他来讲 没有烦扰生死 没有牵引入生死 阿罗汉一样有身体 他叫有余捏盘 他一样也是肚子要饿了 他也要去脱波 脱波的时候也是很热 大热天也是很热 吃坏了肚子也是会拉肚子痛 年老了也会有禅定消失的这种苦恼 有 可是不妨碍他解脱 那是不染污烦恼 那是不染污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无我 现见无我了 所以这些有余的身体所生起的这种人间上的烦恼像 他觉得OK 所以阿罗汉很少 还是有 但很少修到四空进去 他患恼 他知道这身体有累 但是不烦恼他了 生死了了 不烦恼他了 反倒是出二三果 还没正四果的人 他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烦恼像 反而比四果阿罗汉更容易怎么样 更容易感觉苦恼 那怎么办 他就真的有可能 再去修什么空定 想要把这身体也给破了 有可能 还有谁呢 外道 外道修到了四禅 用事无量心修到了四禅之后 他对于这个身体的烦恼像 因为他是凡夫阿 外道阿 或者就是凡夫 那他对于这个什么身体的设置 烦恼像的觉得难以 难以按住 那你说四果罗汉为什么不会 我不讲了吗 对他来讲的话 这些身体就是有余 就有余 他知道说 等到他这身体一破 他就入在 不生不灭的这个 无余捏盘当中 忍一下下就过了 我不用再多累 多累 我再修一个四空定 对他来讲 没有这种动机 没有这种动机 身体的疲劳像 苦难像 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凡夫才会有烦恼 要听我意思吗 你看厉害羞的人 很会修行的人 大热天 大冷天 他身体撑 不是他身体撑得过 他就算满身大汗 他心情还是平和平和 对吧 咱们就会七上八下 我们修养不够 意思一样 所以对身体的反应 罗汉 四国罗汉的超越在哪里 三国以下乃至于凡夫外道 对身体的这种干扰相 他就比较不能看守 不看守 他就想要破 所以你看 若行人厌患 只是弱也不是一定 但如果厌患的话 如果厌患色如牢狱的话 则心心要欲出离色隆 想要出离色隆 那么呢 因此在事无量心之后 以明司空促定 司空促定 继续的去破 破那个肉体的存在 修 那这什么修 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各个物质的 彼此之间的空间的加大 通言空者 空定 通言空者 此事定体无形色 故名为空 定体是没有形色 心中的定体没有形色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以没形色 作为所缘境的 所以在身定当中 他看到了 他住在虚空中 所以没有形色 虚空是没有形 无形也无色的 所以定体无形色 所缘是这样 那么 各依所正之境 为处境法 持心 所正之境 比如我正虚空 那我就正入那个 我就 心住在那个虚空上 那虚空就是我 我住的地方 就持心 我心住在哪里 住在一个无形色的虚空中 那么无形色的虚空 终究还有个虚空 接着就是无虚空感 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有意识心 就是住在一个连意识 意识到空的那个意识心 也是空 所以再进一步 那这些通通是无形色 往 从事空定 从第一空定 空无边处 往上 通通通是无形色 所以都总名为空定 但是他所缘的境界越来越深 他所依之境 为处境 为处境法持心 那么心无分散 顾明定 但是他持那个心 所缘的境 空无边 事无边 在空间当中 无量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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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观察什么呢 几乎把心 内在的心观察得像 宇宙空间一样的 大广大广大 这样子 无有一物 我们小时候 或者我们现在 我们看那个 看那个 录影带相片 我们的那个 那个照相 卫星照相 照到 宇宙那样 黑黑的 远远远远 一个点 一个点 那个就是恒星 我们只能想象说 那是一个 很广泊的宇宙 注意 很广泊的宇宙 但终究有物 有那个星星在 在他的心中 是很广泊 很广泊的空间 的虚空 毫无遗物 所缘的境是毫无遗物 没有遗物 所以这才叫做什么呢 定体无形色 那么这样子呢 看你圆的是哪一种 毫无遗物 空间上的毫无遗物 叫空无边处 意识心上面的毫无遗物 叫做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是连最维系的那个 那个 能知道空无遗物的那个 那个念头 无所有处也 也被你看住了 内念心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不容易想象了 就能 意识心 想要让它空无遗物的 这念意识心 也完全的空 住在那里 那连意识都不可见 刚开始是空间 广泊 住在空间上 最后空间不可得 住在意识心上 最后意识心不可得 住在无意识心上 最似无边处 就是这样 无意识心上 最后呢 这就剩下最后一点点了 最后的 非想非非想处 连那个 什么东西无边 无量无边 不是无量无边 就广大虚空无有 广大虚空无有意识 这个连无意识心的 这个念头 也没有 连没有也没有 那是很深很深的定 人类能 人类能做得到的定 在人间你要真能修 最终就修到哪里 你看世尊当年就这样 他六思外道当中 程度也有差别 从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到他最后一个六思外道 就是教他修到什么 修到非想非非想处 而且他的外道老师呢 修了一辈子才修到那里 世尊 咱们老佛爷去的 好像三个礼拜就修到那里 二十一天 还是几天就修到那里 精为天人 奥林匹克冠军 这精为天人 你才厉害 那没得交了 那个外道老师 这就没得交了 在印度一般来讲 这就叫仙人 仙林 你听不懂 仙人 从空无边 一路 从初禅二禅三禅 都叫做仙人 到那里最顶级的仙人 那他也只能这样修 修到那里 如果是外道 可能还会转入到什么 犯天的那种信仰那里去 都有 都有 因为他最终留有一个很维系维系的我 那个东西 那个能想的心 他可能会把那个当作是最后的犯我外道 这个 这个 那这个当然更多的说法了 因为各自的见解禅定当中不同 他认知的宇宙也会不同 那么 那么这个我们就暂时不说 但总而言之到那个位置上 那位外道就 那位老师就禅定这件事情上也没得教了 没得教了 至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佛陀的 好像经典上也没有交代 可是佛陀呢 修道了说 这里头还有苦 哇 这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他观察到了什么 他观察到有一个最维系的 安住在定中的那个念头 那个念头叫飞响飞飞响念头 这个念头会使得他觉得 一切的苦仍然会从这里发生 所以他还是离开 也唯有这一离开才有佛法出现 所以很厉害 那一般人根本没办法 因为到那里没老师了 对不对 到那里他走到那里去 就禅定来说已经没老师了 就哲学意涵来说 所有的哲学意涵在这里配合这个禅定 大概在早年的奥义书 都已经被佛陀读完了 所以也没有思想的哲学性内容 也被他读完了 禅修的内容也被他修到底了 还没解脱他居然还看得出来 这就是难 这就是难了 一般人哪能那个样子 人家教我们 我们学得上来都还不容易了 何况学得上来还要再往前超越 那没有力量 没有人能教了 这个时候只剩他老人家一个 结果呢 他以这种禅定 到泥连禅河边去 去修苦恨 再修苦恨 他认为这禅定到这里了 禅定走到这里来了 那剩下来就是再用苦恨来逼 逼那个苦呢 是不是最终能够没有 最后日食一麻 因为他禅定很深嘛 所以他那一麻 我曾经讲过这一麻 在你心 在肚子里头 几乎可以化成能量 全部化成能量 没有大便 吃一粒麻 你有什么大便 没有 没有废物 完全化开 成为能量 那你要知道 这样能量也是够的 可是仍然不开悟 终究肉体需要的能量 可能还是不足 应该还是不足 他思想上 思维所需要的能量够 所以他才能继续思维 可是肉体需要的不够 他这个时候他就 已经没老师了吗 那已经修到那样了 也没禅定 可往上修了吗 那这个时候他 知道到底了 就外道来讲到底了 他能修的苦恨也到底了 两样都到底 还是没开悟 他觉得还是发现有苦 他就收下来 说好 算了 不修行 不是啦 什么不修行 不能再修这个苦恨 他突然 他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样子对身体的折磨的苦 已经到底了 再下去就是死掉 再下去就是死掉 他自己知道 再下去就是死 那死也没有用 因为苦没解决 所以不行 走到底了不行 他停下来 干嘛 去洗澡 洗完澡之后 已经疲累到没肉 没力量可走路 咔刀倒在泥连寒河边 那就在现在 那个印度 泥连寒河边 有个女神庙那里 然后那个 牧羊女 看到他了 然后就煮 那个羊汝粥 用羊汝 直接用米去煮 熬熬熬之后 他就这样喝着 要一个解脱 一个修道人 也不是不能接受女众 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但是仅止于最少分的协助 就够了 或者仅止于一个 没染污的关系的协助 世尊当年这最关键的一次协助 是来自于一个女众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是这样 但是我们凡夫 苦恨到极点 禅定到极点 我们接受一般女众的协助 尤其是自己跟住外面 协助久了就染污期 不要说协助久 一次可能就生染污 一次可能就生染污 一次 那像大纲山那个故事 就是她好几次好几次 最后就染污 最后就生小孩 就生小孩 小孩她身服没有换下来 那两个人我看过 我看二十多年前我看过 二十多年我看过 她说还生了小孩 小孩也穿出家服 也是这样 在大纲山 这边有什么好说的 她认识禅宫 跟禅宫年纪差不多 所以现在如果还在 都是九十岁上夏儿 我也没有亲事的意思 我是说还是没办法 那个女众也是大纲山龙湖安那边的比丘尼 早年是这样 故事传了很多 江湖上传了很多 那当年以台湾那么封闭的环境 这个事情是新闻 是新闻 好 OK 所以这样的故事 我们看到佛陀就在内刹那 接受了这个隐私 然后再往下修 才修断 才修断 所以说这个都是以为什么了 各一所正之境 为处境法慈心 各一这个 他所正的那个境界 再以那个境界来慈心 我用深深的禅定 观空无边处 比如这样 那再以我心就住在那空无边处上 以观为所住 是这样 所以为处境法 为处境法慈心 那个为处境 然后来慈心 那么这个时候心无分散 顾名为定 没错 你观那个境界 然后心就住在那个境界上 就不当 心无分散 就没有动摇了 顾名定也 这时候 名为定 那有四种 以下就说明了 第一 空无边处 或者叫空处定 简单讲空处定 四处定 无所有处定 空处定呢 若灭三种色 从这里开始 是空 为什么 开始的灭色 色有三种 我说过了 这个是有对色 有表色 无对有表色 再无表色 就是这样 三种色 有对 不可见有对 不可见无对 无对就是无表 所以这三种色 有见有对 有见有对就是物质 物质你看看 有见眼睛能见 见是指眼睛 色主要在就眼睛说 有见有对 有见可以看得到 有对 能够摸得到 风 风不可见 可是门摸得到 能够感受得到 这叫有对 对是指感受 包括声音 谁看得到声音呢 没有人看得到声音 可是耳朵可以感受到声音 OK 那就是有对 是这样叫有对 那再来 不可见无对 什么不可见无对 拿不上来给你看 也看不到它 可它是设法所称 什么东西 心念中的经验事物 心念中的经验事物 比如这样想 你当年是做了什么事 我当年车开太快 撞死一只狗狗 比如这样讲 那个撞死狗狗的 整个过程 如怎么样 历历在目 历历在目 我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 真的是太意外 我也不能刹车 因为后面车子好多 是这样 所以我最怕那种狗 我后来开车很小心这件事 因为它左闪右闪 它这样子 所以我还替它念经 是这样 记得 心又难过 可是对不起 怎么撞的 长相什么样 我拿不出来给你看 我现在也 也没什么东西 可以再对应我了 只剩下在脑子里头 就有这个记忆 这个记忆会造成我后来的影响 比如说我后来我会很小心 像昨天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只狗了 我都跟姓师傅讲 要小心一点 开车小心一点 我又怕到了 我被它怕到了 是这样 野狗 野狗 我们这里有一个野狗 你会怕 因为它莫名其妙 猫也会 猫也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办 OK 好 那这在心中有那个色相 这叫做不可见无对 经历过的东西 是真正你看过你摸过的 那在你心中 永远形成一个记忆 那个记忆的东西 是不可见无对的 不可再见 眼睛看不到 那也摸不着 也拿不出来给人家看 可是它永远是经 它总是曾经发生过 你的色心曾经发生过 你的生命你曾经跟它对应 真正的可摸可见可操作 你真的操作过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是什么 不可见有对啊 无对啊 这叫无表示 还有一个大家都有过的 什么 灯坛受戒 作为一个比丘 灯坛受戒这个行为 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得 那这个我叫你永远记得 你在哪里灯坛呢 你的戒事物是谁啊 抬眼望失 这个时候要记得 谁是你的得戒和尚 谁是你教授和尚 谁是你的 这个 这个 结末和尚 你要记清楚 这三个人 尤其这三个人 要眼睛闭起来都记得 尤其是那个得戒和尚 你眼睛闭起来 随时要想得了他 而且你最好要记得 你当年灯坛的那个感觉 常常意念 比丘六念当中 念我的戒辣 多少多少辣 就是要念一下那个感觉 念一下那个感觉 比如说我自己 我是在圆山 圆山灯坛的 普济寺灯坛 那你也叫一个普济寺 林济寺 林济寺灯坛 在一个日本建的那个大殿里灯坛 我的得戒和尚是谁 白胜长老 结末和尚是物名长老 我的教授和尚是了宗长老 当时讲经说法的长相 我灯坛的样貌 这都要记得 这都要记得 那么这个呢 这个记得了 在我心中产生了一个 我是比丘 这个念头 那这就叫什么 戒体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五表色 懂吗 它是色法 不过这个说法呢不是整个佛教界的所有教理都接受的 这是就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是这样 那么 那么这个这个 法藏部的说法呢就不同了 法藏部的说法是非色非心法 那不是色法 戒体那不是色法 但是他同意有五表色 但他认为那个所得的是戒体 是离那个的 那么这个是看法不同 一个是就能得的原因来谈戒体 能得的原因 哪一派都看法都一致 那个真的就是五表色 至于戒体是不是五表色 那么看法就不同 法藏部认为那是由那个五表色所形成心中的一种 无以明知既是离色也离心的那种力量 那个呢不明为色法 不可以这么说 他有增长意 所以不能这样 不能说他是色法 色法一得永得 本来长相就这样 那以后摆着 只会烂掉而已 也不会长大 也不会强壮 可是法藏部他认为 重新再受戒 戒体能够更加强而有力 而本受戒体不失 本来的戒辣不失 可见他非色法 那么你的内心也不能再转变他 因为经历过了 不能再转变他 可见他不能被转变 可见他非心法 他说非色非心法 到大圣来呢就不认为这样 那戒体不是这样谈的 他认为戒体就是一种种子意 种子是能增长广大 所以照这个法藏部所说的是对 能增长广大 但种子也可能会累掉 因为你的心没有在念死它 所以种子也可能会被转掉 会被其他的恶法覆盖不起作用 所以它根本就是一种种子意 那么这个是谈戒体的时候是这样谈 可是呢对于 对于这个 说一切有部 他就认为说 你经历过那个能产生戒体的那个 那个就是你的戒体 以能经历的为戒体 能产生的那个东西叫做戒体 那么就把它谈成是五表色 好 那么我们不谈了 不管哪一类了 你心目中记忆过的经验 操作物质 在你心目中记忆过的 成为你心灵里可再回忆的那种形象 这种形象就叫做五表色 好 那么所以说有这种色 可见有对 不可见有对 不可见无对 三种色 就是三类的色 有见有对就是色法 那么香味醋 生香味醋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 这五个 这四个 再加上前五四 这意识心 所感受的那个内容 这样子一算合算起来 就有什么 有九色 这叫做不可见无对 那再加上原有的色法 合起来就十 十种色 那再加上最后再加一个五表 五表色 也就是不可见无对 就十一种 所以总共有十一种色 总共有十一种色 就浮沉根跟圣意根 圣意根上面的色法 所以说空处定若灭三种色 空处定若灭三种色 三类的色 一种 第一种 有见可对一种 不可见无对九种 那么不可见无对一种 所以一种 九加一加一 总共十一种 十一种 总共十一种 OK 好 那么这十一种色 圆空而入定 你看刚刚讲圆空 你可观空 最后圆那个空而入定 心就住在空中 所以你看 明空处定 心住在空处定 行者厌患色如牢笼 心欲出离 这修观自破于色 故过一切色相 过一切就超过一切色相 超越的意思 过一切色 故过一切色相 灭有对相 不念种种相 入无边空处 心与虚空之法相应 是为空处定 我们之前讲过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外道 外道 人将修 当然我说过了 哪怕是出二三果 他也可能这样 事果不用这样修 都正事果了 修什么 禅定是手段 不是目的 听到意思吗 正果才是手段 不才是目的 我都正事果了 我还去找禅定干什么 这样懂吗 我都已经做总统了 我还要去跑票吗 还要去菜市场跟人家握手着选 你给我一票 没有了 总统都选完了 意思一样 目的都达成了 手段就丢掉了 所以在四国罗汉最闲 三国以前有可能他还想要再修到 四禅天去 不是 四空天去 有 真的还是有 因为等一下我们谈四空天 就这四空天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色呢 也是有一些看法的 那么也是有一些看法的 好 那么不谈 再来 原空定 我们都懂这个道理 入空无边处 心与虚空法相合 相应 你看 虚空法 虚空是一个法 我原那个法 所以以虚空为慈心处 处境 法 慈心 处境法 为处境法 慈心 就是这个意思 为我的那个处境之法 乃慈心 那么虚空之法相应 是为虚空注定 整个心在虚空中 好 那么第二种呢 怎么修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那第二种呢 是律 事无边处 事无边处 事无边处也就是事处定 事无边 是修那个事无边 是就所修立明 那么能处的心呢 是处在处 意事处 事无边之处 处在这叫做事处定 就就能处边来立明的话 叫做事处定 或者就所处那边来立明的话 就是事无边处 定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匿名 有时候是这样立明 有时候这样立明 所以这中国语文呢 有时候真的是会让人家疑惑 最近有人写信 写信来问我 他说这奇怪了 这个经上面怎么有讲 那个无量 又发愿 弥陀本愿当中有那个 无量 等一下又讲有量 有量跟无量怎么 好像说重复 互相抵触 提了这样的问题 那我跟他讲说 其实那经文的本意都一模一样 这就好像对外国人来讲 东西掉在地下了 跟东西掉在地上了 一模一样 道理一样 因为角度不同 东西掉在地下 是从我从这里看 下面了 这地的下面 是指地下 地的地下 东西掉在地上了 是从地的角度说的 土地的上面 是这样 那在英文里头 up跟down 这是两个完全对应 不可能同时放在一起 也不会描述同一件事情 西方人说 怎么你们的中文 上跟下都一样 是这样 所以说华文在这方面 讲感觉的 它没有那么精确 所以有人曾经 稍稍批评 被骂得半死 华文不太科学 你也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人家听得不愉快 你应该说 他是比较注重直观 所以就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好像精粹 精细 尤其最近 本宫法师在帮我翻 那个文章的时候 本来我自己写文章 我觉得理解得很清楚 看的人也应该很清楚 等到要翻译的一群人 在那里讨论了半天 反过来问我 我才觉得说 中文真的是 唯心相应 所以说这里名称叫做 事处定 怎么讲 若舍空缘事而入定 舍空而缘那个事 本来是缘空 现在在舍空 缘那个意识心 缘那个意识心 那个能意识到空 虚空的那个意识 我再把那个意识观空 这叫做事 错了 弄错位置 那个缘那个事 缘那个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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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这个事 缘这个事 那么名为事处定 行者厌患虚空 连虚空也厌患 奇怪了 他为什么那么爱厌患 没有错 因为你修到那 你会发现 你还有不足 练武功的人也是知道这样 所以他练不完 他练到那里 他就知道往下还有个东西 往下还有个东西 我台南认识一位 练太极拳的 他说 他写书写了十年了 写有一米高 堆了一米高的心得 那我问他怎么样 到底了没有 他说还没到底 越修越深 那个放松的那个内容 深不见底 他就一个口诀而已 放松 一切都放松 那好 那么就是说 他觉得不够 还是厌患虚空 虚空无边 缘多则散 虚空无边 就要观察虚空是无边无相 无边 虚空的无边是有一个形体的 有一个左 右 上 下 东 西 南 北的这样子 那么这种这样子的圆法 他就觉得哇这样太多圆了 东西南北多少圆 无量无边的虚空不可得 这心还是会散 这不行了 不够 不够 所以能破余定 这样子会散会破破我的定 什么时候破啊 二 四 六 八 两万大结 两万大结破这个定 一大结是地球成住坏空 我们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坏空一次 懂吗 一大结 我们之前讲过吗 一大结 两万大结 我们一个撒佛世界成住坏空 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地球成住坏空 这样子 两万次 才会破这个定 那么呢 即舍虚空 这时候他就会舍掉这个虚空 所以他讲要舍这个虚空 那么转心开始不在圆虚空了 他圆哪里 圆意识 那么心与意识法相应 这个时候与意识法 圆在那个意识法 不在外 往外圆空 空还在外头 现在圆我内心在念意识 那就单独圆一样 容易入定 可以撑更久 撑多久 撑四万大结 一杯 一杯 撑四万大结 那么呢 为四 为四处定 你看这很辛苦 那么呢 看起来也很深奥 不过都与解脱无关 虽然出二三四国 出二三国的人 也可能修他 他厌患色身 那最后也厌患这些动荡 心灵的 心灵上的动荡 他也厌患这些 但是呢 他还不是究竟 他还不是究竟 那你说这样修 有什么样子的 真正的一个 对解脱的一个好处吗 对出二三国的人来讲 他至少在 无余一 心有余一 这件事情上 他会觉得 这个身体的这个 障碍会比较小一点 他或许会这样想 可是就 佛的立场 教导 教育的立场 他常常劝人家在四散当中 也就留你这个色身的染污向 烦恼向 你会更精进一点 所以常常在四禅就OK了 很少要你再修到四空定那里去 但仍然还是有弟子 对于这个色身的限制很不悦 很不舒服 就好像有人会生病 他对身体很厌患 你懂意思吗 那一般有的人 撞的跟牛一样 对身体没什么厌患 他不会想要特别去修那个 那个身体上面的超越 这是依人而不同 而不同的 所以还是有弟子们会修这个 出二三国 还是会这样修 这一点让大家知道 事无边处 以下这四种 空定都是会有 圣人跟凡夫在修 出二三国就算圣人了 他也会修 好 那凡夫往那边修 好 那么这个大家了解 先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无边许愿度 烦恼无尽许愿段 烦恼无尽许愿度 法门无量许愿学 法门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许愿成 法门无上许愿成 智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智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读苦 若有见闻者 续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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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